こんばんはトマです 今天回到我们这个阅读理解时间 已经很久没有跟大家阅读一些小的文章了 那今天呢是和女性跟这个美貌有关的一些短文 那我们来看一下她的内容到底在诉说一些什么 好的那我们开始今天的解说之前 如果你还没订阅Tマ频道的话 一定要订阅哦 且在旁边那个小小铃铛呢 按下去选择全部通知 这样每个星期有更新新的视频内容的时候 你将会是第一个 收到通知的啦 好的那这篇短文呢简单来说 它就是说女性对于美容啊美貌啊 变漂亮这件事情呢 要怎么是去以一个正确的理解方式呢 我们来看一下 女性が美しくなろうとするとき 一番重いヒントをくれるのは 最終的に人であるということ 什么意思呢 女性が美しくなろうとするとき 就是还没有发生的事情 所以我们讲女性呢 当她想要变得更加美的时候 有这样子的想法的时候呢 那思い这边除了重的 就是重量的重的说法呢 也可以说是 直接想到的很重要的这样子的说法 所以一番重いヒント ヒント就是它的这个 启示它的提示这样子 启发这样子 所以我们讲最重要启发呢 能够给到的呢 应该是什么呢 最終的に 最終这边是最终 除了最终最后的一个说法 你可以说是最抉择性的 最 我们讲事情的关键性这样子 最終的に 关键性的 抉择性的 应该要怎么去做 所以最終的に 在想要变美的 最重要的一个启发呢 也就是最有决定性的东西呢 就是人である 是人来决定于这件事情的 这个就是还要所表达的事情 人であるということ 那我们来看下一句 他就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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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呢 今を素敌に 生きている女性 这个都是受词 因为我们没有说 そういう人を 这样子的人 这样子的人呢 把这样子的人呢 就受词嘛 是往前面的受词 所以这样的人呢 就是过去 生活得非常精彩完美的女性 还有现在呢 还是进行事嘛 所以生きている 现在还是活得很好的女性 这些是人 去看人这样子 所以他就说 そういう人をもっともっと 像这样子的一个人呢 更加更加的要去 去见识 这间的 たくさんしり 就是多见识这些人 多见识 能为自己活的女性 活得很精彩的 过去的 还是现在 正在生活当中的 或者是たくさんみることが 看多一点 见识多一点 所以呢 实际上呢 我们看这些 这些参考的女性呢 是女生变漂亮的 最重要的一环 你不那么觉得吗 这样子 所以他后面就说 のではないかと思ったのか 这样子 就是你不觉得这是 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想要让自己变漂亮 就是去参考他人呢 去学习啊 去见识多一点 你就会去提升自己 同时会提升自己 所以実は一番女性をきれいにする 就是把女性变得漂亮 のではないかと思った 这样子 他明白吗 好的 接下来的下一段呢 他就述说 现代的女生 对于美容 对于美貌 这件事情的一个 比较有错误的 偏见的 这个想法呢 就是美容において 一番よくないのは 家の中に閉じこもって 美容の記事ばかり 読んでいることだと 私は思う 就是作者的自己 主见 他就说呢 在美容这一方面 美容において 这边呢 において 就是什么什么方面 所以在美容这方面呢 最不好的 一番よくないのは 就是呢 家の中に閉じこもって 就是呢 不出门的 自己一个人在家的呢 怎么样 像宰女一样 美容の記事ばかり読んでいる 就是呢 去買一些美容雜誌來看啊 现在呢 在网上也可以 看得到很多美容的知识 所以一直狂看 在家 闭门不出 一直狂看那些 和 怎么变美啊 美容啊 这样子的一个 知识 不管是雜誌也好 或者是网上的 这些 影片啊 或者是文章都好 所以经常一直都在看 这个呢 是作者认为是 对于女生 女性要变好的 这件事情呢 是比较不好的 比较错误的理解方式 这样子 所以现代女生都是 这么做的嘛 所以接下来呢 就是呢 就是呢 我们要 经常看到这世界中呢 经常要去看 要去见识 但是 这生活当中 厉害的人 或者是漂亮的人 要 多看 同时呢 也要怎么样呢 就是让 社会中 世界中的人呢 也会看我 这样子 所以 自分を見てもらう 让对方看我 我也是 漂亮的这样子 而不是 闭门不出的在家 去看一堆 如何把自己 变漂亮的杂志 这样子 你要去见识多一点 也要让对方认识你 也要让对方看你这样子 所以这是双方 世の中の人に自分を見てもらうこと これが大事なのだ ということだが 这个呢 雖然它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大事なの 的 是很重要的 要让对方 要让其他人都 会欣赏自己 所以 それもひっくるめて 这边呢 ひっくるめる 就是呢 包括 这个也是包括在内 能够让女生 变漂亮的说法 女をきれいにするのは 女 就是能够把女生 变漂亮的 就是女生 女生 会把一个女生 变得漂亮 所以我们就是 会看一些 好像成功人士 或者是 活得很自信的人 然后从中你学习到的 你要同时影响到你自己 提升好的一部分 然后呢 也不要闭门 闭门不出 你要让对方 你要去看更多人 同时 对方也会看你 你要让对方看到你 所以呢 你才会同时的 变美变进步 这样子 所以这个也是 重要的一环 那去刚刚第一段的时候 他有说就是 他的决定性 能把女生变漂亮的 就是人 绝取在于人 这一个重点 而不是 会不会打扮 这件事情 大家明白了吗 好的 那在结束之前呢 我们再重新阅读过 这一篇短文 女性が美しく 美しくなろうとするとき 一番重いヒントをくれるのは 最終的に人であるということ 過去素晴らしく生きった女性や 今を素敵に生きている女性 そういう人をもっともっとたくさん知り たくさん見ることが 実は一番女性を綺麗にするのではないか と思ったのだ 美容において一番良くないのは 家の中に閉じこもって美容の記事ばかり 読んでいることだと私は思う 世の中の綺麗な人をたくさん見たり 世の中の人に自分を見てもらうこと これが大事なのだと言うことだが それもひっくるめて 女を綺麗にするのは女 好的 以上呢 就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内容了 那這一個影片呢 主要是讓大家提升 閱讀長一點的文章的時候 要怎麼去理解 以及去解釋每一個句子 去合理化 這樣子呢 你就會很容易讀得懂 他的文章到底在說一些什麼 那也透過剛剛這個解釋部分呢 讓大家更加明白 原來是這樣子的解讀方式 那下一次呢 你在閱讀的時候 不會說 我都看不懂 我都不知道在說一些什麼 這樣子 好的 那我們今天教學的視頻呢 也到此結束了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內容的話 不要忘記給我一個大大讚呢 分享去給你所有朋友 那如果你還沒有訂閱他媽頻道的話 一定要訂閱啊 這樣子你就可以第一個時間呢 說到他媽的最新動態啦 那麼下一個影片再見吧 拜拜 拜拜 不會忍耐的 不會錯過的 你知道我的啦 我這個人呢 就是 我呢 對吃這件事情呢 是沒辦法忍耐的 這邊我慢 就是忍耐的意思 也是一個 這個中文漢字 有一點出入的 這個說法 所以我慢就是 我慢 就是忍耐 就是忍耐 のは無理なんです 是沒辦法的 我沒辦法 在美食當中吃飯 這件事情的低頭忍耐這樣子 然後呢 朋友說 それじゃ 薬が 聞いたんですか それじゃ 如果你不是減食的話 不是減食的